近日,网报一则大妈手持巨额存单,去银行取款的视频。 视频中,一位大妈来到一家工商银行,在前台与工作人员交谈,表示要取款。 工作人员看到大妈的存单后,吓了一跳,只见大妈的所谓存单,竟是一张白纸上赫然写着6亿元整的大字。 这一幕也把银行的工作人员整蒙了,并劝其去建设银行。 视频引不少网友纷纷浏览和转发。 视频来电话,说你走错地方了,你得上账户去,刚才来电话,咱们给你问了,他说你上账户,你走一行走错了。 关局不管吗?那都是开公司,电视里数多钱的,不是,开公司的,反正接着要上账户。 法院搬走了,不在那儿了,这怎么没有反正呢?不是啊?不是,很久了,要去吧,要一会儿下班了,去完了又没了。 法院这前有银行,有建设银行,你上那儿去办吧,你们给你打电话,我们就办完了。